那我们刚刚讲了就是说 其实它只有八个字很重要 就是它是自然语言 然后它就可以有世界知识 那那么好用的东西 我们值不值得认识它更多 然后带领着它 然后好好地使用它 然后去做更多事情呢 所以事情要做好 当然就是要了解你的team member 那你的team member本身来讲 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讲了 就人人都可以驱动世界知识 我们可以做很棒的team work 而且这些助理都有一点点个性 什么个性的一本正经 常常就是不小心的时候就胡说八道 所以你要了解它 了解它的时候 除了知道刚刚那几个字之外 其实我们应该更值得去回头去看看 他们家底的背景 它的基因 还有它成长背景 甚至它念了哪个学校 这个部分 我们就会看到从这边开始讲 深度学习 然后还有GBT 还有它念完书之后 才叫做ChipGBT 那这是什么 这是我们现在第二章 第一章要跟大家介绍的东西 那一开始我们就讲ChipGBT的基因 那它的基因叫深度学习 跟你想的方法不一样 那在某一方面来讲 很多人 如果说以前书念的很好的人 然后来不及转变的人 会有一点点对这样的方法 会有一点点感冒 那我们来看看 是怎么样的方法 我们第一个 我们就想一下 假设世界知识是蓝色也好 绿色也好 它后面其实隐约的 就是有一些 上帝跟亚当之间的分离 那我们这边来讲 就是说 那人类在所有的智慧里面 其实我们人类 虽然感觉自己 懂很多很多东西 可是事实上 其实也是只有一部分而已 这边其实 如果真的要比例来讲 应该更小 那人类的智慧 我们想想看 我们以前的智慧 通常讲什么呢 你读书的时候 一定要读懂它 你要知道那个因果关系 要逻辑 你要知道数学跟物理 然后是要有道理的 你不能够凭空乱想 不要用 不能够说用直觉的 那都不行的 所以我们的智慧 其实最主要的是 刚刚所说的那部分 也就是左边的是说 你要语言把它讲清楚 又规则要逻辑有数理 可是事实上 我们想想看 我们所有的知识 难道只有这些吗 我们的知识能力 其实有些 并不是用逻辑 数理可以讲清楚的 例如呢 你要辨识一棵 你要学习说什么是一棵树 你要学习什么是猫跟狗 难道是会跟你讲说 树就是有树叶 然后是绿色的树叶 然后有棕色的树根 然后有些树枝 那这样子跟他讲 小朋友就懂了吗 那有一天到秋天 树叶掉光光的时候 那他没有树叶的时候 他就不是树了吗 所以他绝对不是用逻辑树理 学会的 而是小朋友经验了 他就知道了 猫跟狗也是一样 你不可能跟他讲说 猫的耳朵比较容易竖起来 尾巴比较容易竖起来 狗比较憨厚 可能舌头常常就伸出来 那有一天那个猫咪的舌头伸出来 你就说那是狗 那这个东西你用逻辑数理语言去描述 其实常常搞不清楚 所以这一部分来讲 是没有办法用那些 那个逻辑数理 或者我们学校的方法去学会的 常常是我们靠经验 而我们的一些所谓的深度学习 人工智慧的 其实就是在这部分 那他本身来GPT 就是用这种方法 那我们如果把它放大来看的话 其实把它从人工智慧到 人类的智慧 转成人工智慧 也是一样这样发展 那左边就是刚刚所说的 右边就是我们的机器学习 深度学习 然后GPT 然后CHAPGPT 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那我们现在是趁这个机会 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就是人工智慧的一些那个历史 在人工智慧本身来讲 其实在1930年 就有一些电脑出现了 不过40年有一部通用电脑出来 那就很多学者 上世纪的一些大师 就很兴奋 他们在1956年 就聚在了达特茅斯大学 就说只要给我们 我们那么聪明 我们在学校的时候 数理啊什么都是考第一 然后那个打遍天下无敌手 我们这些天才们 这些大师们 只要那个政府给我们点钱 给我们五年十年 那我们就可以让这个通用型电脑 跟人类一样讲话 然后呢跟我们人类一样聪明 所以他们就开始 启动了第一波人工智慧的发展 结果经过十年就发现 他们所说几乎都做不到 那到接着他们就怀疑就说 会不会是因为人工智慧 因为我们教他一些智慧 我们的聪明都讲给他听 然后教他数学跟物理 可是呢他没有尝试 例如呢感冒的要吃什么药 然后什么样流鼻水应该怎么样 然后遇到红灯要停下 这些不知道 所以他就开始建立很多的资料 然后就第二波人工智慧 如果我给他尝试再加上原本的智慧 我们给他智慧 他应该叫天下无敌了吧 结果还是失败 十年之后又败掉了 然后呢到了2000年的时候 人工智慧就变成了一个不好听的名词 因为大家就说那是骗人的 那可是这边来讲 还是有一些人在努力 到了2012年的时候 有一个叫Alex Naitre 他突然之间就爆出来 就发现说 其实在人工智慧里面有一种方法叫深度学习 他用的不是逻辑数理 而是让电脑跟人一样 多看一些资料 跟小朋友一样 多抱抱猫 多看看狗 他就学会猫跟狗的分辨了 好 那这个就Alex Naitre 那就惊动了学界 到了2016年的时候 人类就很奇怪 因为那个人工智慧 他那个把人类那个 把人类全部打败了 人类被打败了之后都很高兴 都拍拍手 所以人类很喜欢看到自己被虐待就对了 那到了2022年 又一个大的转变 就是GVT CAPGVT出来 这真的会让大家那跌破眼镜 因为他比我们预期的提早了30年进来 那这部分来讲就是 人工智慧上面的深度学习 跟以前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那这样讲 大家一定还是不是 有点点捕傻傻 那他到底要怎么学习呢 他是这样学习的 例如说 我们今天有一只蟑螂 不要讲蟑螂讲昆虫 因为以前讲蟑螂有人说感觉蛮恶心的 那一只昆虫本身呢 他常常去全联买王子面跟香皂 那他就记录了4月到12月 总共有那个9个月的资料 那他就买王子面跟香皂 他现在就有一个困惑 我们就他遇到一个问题 因为他很有钱 他有600万现金 那每次要去买王子面跟香皂 不知道多少钱 他600万就带着跑 他就跑到了那全联去买 然后付完了就松了一口气 还好600万有找 他就回来了 下个月又要一次 所以他就很烦恼 如果有人可以帮我们告诉我说 我要去买五包王子面 12个香皂多少钱 我就不用带600万了 我就带一些钱去 那有多好呢 所以他就去想办法说 到底要怎么解决呢 那他就找到两个朋友 一个叫有读书的人 一个叫做没有读书的人 有读书的人 他们本身来讲 他会怎么解决呢 其实有读书的人跟各位都一样 我们想想看 我们如果说今天来讲 这些资料给大家的话 大家应该看4月跟6月 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 他们王子面数量一样 香皂多了一个 从一个变成两个 结果整个价钱从52变72 所以你就会想 那香皂应该是20块 那如果你从5月跟7月去看的话 你看5月跟7月的话 香皂数量一样 可是王子面从两包到五包 所以多了三包王子面 那多了三包王子面 价钱从62到92 多了30块 所以一包王子面多少钱 10块钱 所以我们就很聪明的就知道 王子面10块香皂20块 带到了第一四月份的资料 那就是3乘以10 就等于30 再加上一个香皂20就50 怎么多两块钱呢 两块钱就猜 可能是门票吧 或者是塑胶带 那他本身来讲 就带到其他资料发现 都是多两块 所以没有错 是这样子 那你用数学的解法 当然就是这样子 Y等于AS1加BS2加C 那这边来讲的话 我们要解的是ABC 什么叫做解ABC呢 因为S1就是王子面几包 S2就相照几个 那A的话是王子面价钱 B是相照价钱 C是那个塑胶带的价钱 那你一笔资料带进去 就应该说 A一个 A乘以3 再加上B乘以1 因为相照一个 再加上一个C 就应该等于52 那你带三个 你就可以解出来 王子面10块 相照20 塑胶带2块 那这就是有读书的人做法 可是没有读书的人怎么样呢 他当然用猜的嘛 他用猜的时候 他就讲说 王子面20块 相照10块 然后那个 可能再加一个6块钱的塑胶带 那他怎么猜没关系 我们就看看 老师就跟他讲不对 然后他就说 那我就继续猜 那既然说20块不对 那我猜猜看 猜成30好不好 他说不对 而且越错越多 那他就想说 我从20块到30块 就越错越多 代表增加是不对的 所以等一下 我这20块应该是减少吧 所以他就想 等一下我来猜15 那同样他又退回这里 他就想说 那我来看一看相照 观察相照了 他把相照从10块提升到20块 提升到20块 是老师说不对不对 但是错了比较少 那这时候 他就知道 原来增加是对的 从10块增加到20块 方向是对的 我等一下就把这个价钱 调到15试试看 那再来塑胶带6块钱 他就改成8块钱 就发现是越错越多 所以他就想说 那我等一下把它降低为4 所以他就说 那我猜 Y等于15 S1 15 S2 加4 所以他就讲说 我刚刚十次猜 王子面20块 然后那个10块钱的 香皂6块钱的塑胶带 可是经过刚刚猜法 跟调整之后 根据答案 然后我在那边比来比去之后 我就猜 Y等于 王子面15块 香皂15块 塑胶带4块钱 又根据刚刚的情况 再猜一次 就猜到王子面12块 然后塑胶带18 不是那个香皂18 那香皂2块 那就越猜 就猜 猜了5次了之后 他就得到了王子面9块8 然后那个香皂19块8 还有一个是 1块8的是什么呢 是塑胶带 我们就发现 虽然不对 可是蛮准的 那所以如果 刚刚他整个过程非常快 不到0.1秒 就全部跟老师做完 那些猜猜看的方法的话 那这不就是 又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了吗 所以这一部分来讲 就是我们讲的 深度学习的方法 那深度学习 其实他本身来讲 除了刚刚的原理之外 其实模型也是一个问题 因为模型 我们刚刚说 AS1加BS2加C 可是并不是所有的模型 那个都用AS1加BS2加C 反而是会用一种 就是串接的方法 他类似于就是说 我刚刚说AS1 BS2加CS3 再加上D 就是王子面香皂 可能再加一个可乐 类似你有多少输入 就有多少个 那这样的东西 你要重复很多个 这样排列起来 那就这样子让他拆 到最后用答案来修正 这一些他们的权重 这个讲有点复杂 那可能这边没有办法 跟大家多解释 可是基本上面 他就是用刚刚AS1加BS2加C的方法 然后在整个一直重复 一直重复做 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大的网路 然后他就可以做比较复杂的事情 那这个东西 我们的灵感从哪里来 我们是从人的大脑学来的 所以他一方面因为他好几层 就叫深度学习 可是因为他是跟那个脑神经学习的 所以又叫神经网路 所以一般来讲 我们讲人工智慧这十年的发展 最重要的 其实就是有赖于深度学习 有赖于神经网路的大突破 这样讲法都是对的 所以这个部分来讲 就是我们所谓的深度学习的方法 那我们来比对一下 就常说 刚刚我们的例子 王子面来讲 他就是要求 王子面多少钱 香菜多少钱 跟塑胶 塑胶贷多少钱 只有三个参数 可是呢 如果到了刚刚讲的 我们这个网路来讲的话 这样的东西 其实这个就可以做很多事了 我们发现这个形式的网路 这形式的那个深度学习的网路 他可以解决全世界所有的问题 只是有时候精准度不是太高 你如果给他参数越多 给他神经元越多 重复做AS1加BS2 这种东西重复做很多的话 那他精准度就会提高 那这个网路总共就有71个参数 因为你算算看 这边有总共有多少条线 你就知道 当然这每一个都还要再加一个B 所以总共71个 那再来2012年 我们讲说他那个在学界里面 让大家看到的那个影像 可以做得很好的那个网路 他叫AlexNet 他总共6000万个参数 就多很多了 那到了ChapGPT呢 他就1750亿个参数 这还不是最多的 不过我们只有就拿2012到 那个去年年底 这总共10年之间 你就会发现增加了将近3000倍 那你想想看ChapGPT 现在大家已经说 快要跟人一样聪明 虽然没有 可是呢 再经过10年 如果再用这种速度 又增加3000倍的话 想想看 他到时候会有多聪明 大家就可以去思考一下 好 那所以深度学习 跟你想的不一样 他不用大脑 他用聪明猜的 是用他没有逻辑数理 他是用猜的 他没有大脑 所以他本身来讲 他就是根据说 我跟资料有多 资料本身说52块 我猜错 我就赶快修正我自己 那资料说92块钱 然后我又猜错了 我就要再继续修正 所以他是跟着资料跑 所以是资料说话 是资料的声量 是这样子的东西 所以他并没有想象说 他这个东西数学怎么做 然后他没有逻辑 他都没有 他只是跟着资料 想办法去迎合资料 去说话 所以深度学习 跟你想象不一样 他不是我们刚讲 人类的智慧的左边 是靠逻辑数理 因果的做法 而是根据资料 而资料就是一种经验 好 那所以你看资料多 就可以做得更好 那这就是深度学习的部分 那这边要强调一下 那用他是没有数理 那个逻辑数理的能力 好 那我们这边来讲 就是说 我们的人大脑 再重复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深度学习讲完了 人大脑本身来讲 是有两块的 那左边的话 就是我们讲的是逻辑数理 那右边就是 我们讲的 就是深度学习这种经验的 那现在我们要讲 CHAP GPT 可是经过CHAP GPT之前 我们还要讲一个叫GPT的东西 才会到我们的CHAP GPT 那就是说 有了刚刚 刚刚的那个深度学习的基因 也就是GPT本身来讲的话 或CHAP GPT 他都是用深度学习的方法去训练的 那他如何能够出现 改变世界CHAP GPT 现在我们就开始讲 那我们要先经过一个叫 GPT的语言模型 那所谓语言模型 英文大概就叫Language Model 所以大家常常会看到 LM就是指语言模型 那基本上面语言模型 有一个比较长的定义 比较通用的定义就是说 他就推论下一个字的接龙 那就是这样子 我们看什么叫推论下一个字的接龙大师呢 我们看看 这是我们刚刚讲的 黑色的字是资料 红色的叫做答案 那我们本身来讲就是资料本身来讲 然后我有给他一些我们的参数的权重 例如说王子面多少钱 香皂多少钱 收交代多少钱 如果给的赚出来不是52块 不是62块 不是72块 不是92块 我们就要修正那多少钱 多少钱 多少钱 那才然后只要能够修正到对都吻合 52、62、72、92 那我们就说他是一个好模型 那这个是我们讲香皂的 可是呢 我们在做语言模型的时候 做法就不一样 例如他会看到网路上面 所有他能够那些大公司能够找到的语句 全部都拿来训练 比如说他找到了一句叫 南横南心里中硕 与歌手安优理之恩爆出热恋 那他会怎么做呢 第一个因为中文跟中文 他就会去做一个叫做断词 那断词不用到那个现在深度学习了 就是现在电脑技术都能做 所以他知道南横的意义 比南跟横更好用 所以他会把南横当作一个单位 然后南心当个单位 那李宗硕他也认识 他知道李宗硕是一个人 所以他就会南横南心 李宗硕他就分成三个 那他就会把第一个就输入什么呢 输入第一笔资料叫南横 那你有南横之后就要得到答案什么 就叫南心 那接着呢你就把南来南心放在一起 他就得到李宗硕 那大家就知道下一步就是南来南心李宗硕 他就得到语 好 然后再来呢 南来南心李宗硕 语歌手 所以你可以发现只有一句话 他就拆成七个 那这七个是怎么样就训练呢 如果南横 结果他得出来答案叫做派大 那就答案不对 不对的话就要调整了1750亿个参数 那这七个他都要如果他想要多精准的时候 他就要调整了1750亿个参数 想办法这1750亿个参数一直调整直调整 让他变成说看到南韩可能就会产生南心 看到南韩南心就产生李宗硕这样子的东西 那当然因为他看的句子不只是这样一句 他有可能也看到南韩南心李宗硕 有可能南韩政府 有看到南韩半导体 所以在某一方面来讲 他看到南韩的时候 以后他会知道说 有可能是南心 有可能是政府 有可能是半导体 那基本上面来讲 他会记得前几个 然后我们就把设定 比如说前五个 那我们就他以后就挑前五个 然后他照几率 有时候会是南心 有时候就政府 可是通常就是说 政府如果几率比较高 他就比较常出现政府 所以他讲话的时候 就不会很呆板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他就是一个文字接融的训练 那重点就是 这部分给资料之后 他都有答案了 答案韵南在里面 这叫自监督式学习 那本身来讲 这答案如果不对的时候 就会调整我们讲的1751个参数 那所以说左边的话 他就是要求价格 右边就是一个文字接融 那左边的左上角 这个东西只有三个参数 这东西很简单 其实不用到深度学习了 人类就会算了 可是右边这个东西文字接融 到底要怎么做呢 你用了语言 然后教小朋友 其实文字接融 他也是还不太会了 所以这时候只要用深度学习 而且参数要很大 因为他很复杂 这个就是我们的文字接融 这个就是我们的文字接融 GPT就这样子 训练完了 CHAP GPT就会接融了 所以你如果今天 CHAP GPT 不是CHAP GPT 就GPT而已 那今天来讲 他空空的记忆 NUN就是空空的记忆 那你如果放了一个绿色的 那绿色的 你认为他会讲什么呢 绿色的他就会讲说 绿色的苹果 绿色的乖乖 绿色的青蛙 他就绿色青蛙 他讲绿色青蛙 那如果今天来讲 我们再来举一个例子 例如说 他空空的记忆 我们说长一点的 那我第一个字叫我 然后他就跑出了一个吃了 因为他以前看过的 我吃了 因为他知道拍档很爱吃 他就吃了 那就我吃了 因为我吃了之后呢 那个我输进去了 所以他就会记忆我 那这吃了是输出 现在把输出 越棒当时输入的时候 那他就会是我 然后记忆着我 然后看到吃了 就会得到桌上 那这时候吃了就变记忆 就我吃了 然后桌上又把它放进来 然后就得到一个绿色的 那这边就变成 我吃了桌上 然后输入绿色的 那这时候你认为 他会得到青蛙吗 青蛙的基地就很低 因为吃青蛙真的有点恶心 虽然还是有人吃了 不过就是感觉怪怪的 所以他就说 他吃的乖乖 所以本身来讲 你就发现一件事情 他这个绿色的 他就会根据你的一些东西 改变他的输出 所以GPT有一个很重要 很重要的特点 他这个文字接融 是跟上下文有关 所以也就是说 其实我们在讲 你为什么他会在 你那个聊天室 你跟他讲的东西 他都会记得 然后他就学习了 因为他就是有一些记忆 然后你把刚刚讲的话 都当做重新输入给他 然后让他放在那记忆里面 他就等于是 学会刚刚的事情 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GPT跟你想的不一样 他是一只鹦鹉 他有1751个参数 那看过了3000亿个字词 他本质上就是一只 全世界最有见识的鹦鹉 现在先记得 就是全世界最有见识的鹦鹉 然后呢 GPT他这只鹦鹉很会接融 可是他还是有一些缺点 因为我们做接融的时候 跟对话不太一样 那他只会在他们 吟识作对 然后就好像那个 周星驰在追秋香的时候 跟那个师爷 在那里面两个人 对应的学问 那就是你一句我一句的 那你一句我一句的 其实不是对话 而是在比 大家背书的能力 那那个东西 其实跟对话是不太一样 对话里面来讲 其实还有一件事情是 对话里面隐含了一些 我们想要做的意图 那如果你每次都只是做 文字接融的话 可能你就没有 就不清楚什么是 人类的意图 所以他常常搞不清楚 而且他常常会讲错话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不经过大脑 他就根据说我记得 然后我的大概想到是什么 他就讲什么 所以这个东西是他的缺点 所以GPT是一只 全世界最有见识的鹦鹉 可是本身来讲 他有这两个缺点 那我们就看一下 好 GPT跟ChapGPT 有哪里不一样呢 我们刚刚讲的 GPT就是经过文字接融的 那他是一种预训练模型 也就是说 以前如果你做过AI 你会发现 以前我们比较不常做预训练 我们常常遇到一些东西 就公司收集资料 然后自己做模型 然后训练出来 赶快就部署下来 然后赶快就执行 可是现在来讲 那模型很大了 他就是把全世界 几乎把全世界 所有知识全吃进去 既然把全世界知识 都全部吃进去之后呢 那他就变成了一种预训练 你也不要再训练了 你就用我的嘛 然后就把它拿来用 然后这个叫预训练 那他在1.0 2.0跟3.0 2.0我用比较多了 那1.0 2.0 3.0 其实他就在学姐跟 最越领域的时候有名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就有刚刚的缺点 常常说错话 而且他还会叫人家做坏事 所以他就恶名昭彰 那如果说我们把CHAPGPT 让他了解说 其实有一些意图 而且你不能乱讲话 而且对话本身来讲 你要听得懂 人家是要叫你做什么事 那这时候就变CHAPGPT了 那这时候他就突然之间 就受欢迎了 因为他不会那个答非所问 然后他本身也降低了 说错话的几率 那就惊动天下了 那所以说CHAPGPT 他的模型 其实跟GPT是一模一样 只是他继续训练 然后调整了一些参数的权重 然后就变CHAPGPT 那他的核心有GPT3.5跟4.0 这个部分来讲就是 GPT跟CHAPGPT 那我们从 我讲话稍微变快 是因为有点点 内容还蛮多的 那我们今天来讲 就大家可能就专心一下听一下 那我们 从GPT讲完之后 我们就要讲什么是CHAPGPT了 CHAPGPT本身来讲 我们刚刚讲过了 人的大脑是这样子 然后有一些是逻辑的 然后有一些呢 是用直觉的 用资料的 那就深入学习 在处理的就是这一部分 然后呢就有GPT 那GPT本身来讲 他有这两个缺点 那这两个缺点 我们就想说 他搞不懂什么叫对话 所以常常抓不到人的那意图 那我们就请家教来示范嘛 所以我们很有钱 OpenAI非常有钱 那个 MASOFT 投资了他100亿美金 所以他很有钱 他就找了好多老师 那在常常说错话 我们当然就是 把资料清干净一点 然后接着呢 让他去参加礼仪比赛 然后让大家评分 让他看看说 他会不会 那个就从此不会乱讲话 所以当他做过 这两件事情之后 GPT之后 就变成了CHAPGPT 所以这样子就CHAPGPT 所以以原理来讲 整个过程其实非常简单的 其实在这些模型 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 他们的原理都非常简单 在执行的时候 可能会遇到一些技术上面 需要大概修整的地方 可是原理真的都不难 这也就是为什么 深度学习 短短十年之内 成绩非常好 不像量子力学 量子量子的东西 它发展了很久了 虽然大家知道它很强大 可是事实上 因为它很难 而且很多东西带突破 而深度学习是非常简单的 大家应该花时间多了解它 那我们这时候就可以 因为对CHAPGPT都了解了 我们就从头来讲 什么是CHAPGPT CHAPGPT 它是一个从GPT 它的基因什么 基因是深度学习 那它本身来讲 是在GPT 他们的这个环境里面 学那个接龙 然后它有1750亿个 很大很大的一个大脑的参数 这个大脑不是用来做逻辑推理 而是做学习那个经验的东西 那训练时 他看过了3000亿个字词 那这个东西 我们都讲过了 是非常非常大量 世界上没有人看过这一些资料量的 好 那这个是就拿这个东西 然后做再继续训练 再继续训练 就是刚刚所说的那些步骤 那继续训练完了之后呢 就训练完了 OpenAI就说 那你毕业了 就2022年的11月就把他推出来 那这是一个通才型的 因为他是从人类所有资料 然后去学习对话 所以他什么事情都能做 那跟以前的专才就不一样 所以你不需要说你要问什么事情 要找那个诸葛亮一 然后问另外一件事情 找诸葛亮二 那就有点点门槛 因为你要判断一些问题 是要找谁 那就不好用了 所以通才型的 然后自然语言再加上 他有世界知识 那真的是太好用了 那我们这边来讲 其实这接着后面的一两页 都是要帮大家整理 你如果看到这个投影片的话 就记住 GPD本身就是一只鹦鹉啦 然后他就是把网络上 所有资料都爬过来 然后做那个接融 那他常常有不适当的言论 那用化他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先清理网络知识 甚至把那个网络上面的程式 也喂给他 那所以他就会写程式 那资料清理干净 然后程式也喂给他 这个GPD本身来讲 我们还要示范对话 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 让他恍然大悟说 不是一个字一个字接 而是有一段一段的 有意图的 让他理解 然后训练出来 就再把他参加一些礼仪比赛 然后每一次他就吐出四个答案 这四个答案 我们就会找人 或者是模拟人的机器 去跟他讲说 某一个答案很好 那某一个答案不好 那他为了求高分 他就会尽量吐出人类 认为好的答案 所以这部分来讲 大家注意到 因为Chap GPT学会了 他有去参加这种比赛 所以他很容易去想办法 想要讨好大家 所以Chap GPT说你很帅 你要注意 他可能是很惨媚的一个机器 大家就不要太过于相信 然后那个Chap GPT 跟刚刚一样 他就是接龙 然后好环境 然后请老师来学习对话 然后追求掌声 那特性的结果呢 就是从此他就知道对话 那这时候就不会发生以前 他不知道人类要他干嘛的事情 因为以前的接龙 常常不知道 因为接龙只会就是用背的嘛 可是做了对话之后 他就隐约的知道 有一些意图 然后接着他有比较礼貌 而且不会就鼓励人家做坏事 不会去做恐怖攻击 也不会去鼓励人家去那个做霸凌 然后也不会说粗俗的话 所以他就不会被一些那个学校啊 一些单位去做抵制 然后他就轰动世界 但是 但是但是 但是他精准度还是不高 因为他没有逻辑术理 他想到就讲出来 所以这个部分来讲 用他的时候还是要小心 不过 我们常常会讲他的缺点 就是说他不能上网啊 然后他外挂也会出状况 然后那个点点点 然后他不能逻辑推理 可是这些部分来讲 其实他有博学就很重要了 而我们有逻辑术 那个推理的能力 其实跟他搭配就蛮棒的 或者我们以后 其实也可以发展一些机器 来帮他做这些事情 所以其实我们不要去指说 Tab GT很烂很烂很烂 没关系 你就继续说他烂 可是别人已经开始 把他的优点纳入自己的工作上面 那我们甚至知道 他的那些缺点迟早都会被解决 所以我们该更乐观的知道 未来会越来越好 那这就是Tab GPT的结果 这边很简单的 就是都在讲一些Tab GPT的一些特性 刚刚已经讲过了 深度学习的一些 就是Tab GPT 他的2加1的特性 然后这边再继续跟大家讲说 那他为什么会没有逻辑推理 原因就是因为深度学习 是他的基因 然后他的学习过程 训练过程 根本就没有做逻辑的这件事情 所以大家在做严谨的任务 是务必求真 例如你写小说 例如你画图 在某一方面画错是没关系的 可是你做设计图 做工程设计图 如果有问题 当然就不行了 如果你做一些推理的 然后一些公文 那就务必要求真切 这个部分 请大家注意到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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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